泰国南部这一阵子烟水研究机构估计 经济损失达到270多亿泰铢 约折合240亿台币 泰国近年的经济成长势必得下调了 联昌国际银行表示 由于橡胶业跟棕榈月的损失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 所以确实的数字还有待更新 而依照泰国军方银行的估计 南部橡胶减产会让泰国今年的橡胶产量 减少6.3% 而棕榈月的产量也会减少4.8% 另外南部养虾叶的损失达到8亿3000多万泰铢 养虾叶要等到水退之后的三四个月 才有办法恢复正常